近日,韩国社交媒体曝光出即将出道的GYP美国女团练习生引发关注 据悉此练习生06年出生,绝对的女神恋 去年,GYP娱乐公司就表示成立了北美当地法人GYPUSA GYP成名了宗旨,为了在keep基础,持续扩大的北美市场里,构筑基地 并从尝试新的战略发展的次元上建立了GYPUSA 并且朴正英曾前往美国亚特兰大 参加了为了在美国寻求新的全球女子组合成员的选秀A2K日程 表示将打造第一个全球女子组合 对于这四连习生的曝光,很多韩国网友也留言表示 好像是在欧美那边发展的女团,其实应该不算KPOP吧 跟GYP的日本女团LiJu一样,尊重在一个地方活动 美国这个年龄的女生,这种长相的不是遍地都是吗 感觉对于美国人来说,也没到可以出道的程度吧 有点像Somi的感觉 又要闯美吗?可惜GYP这几年音乐水平太差劲了 美得像自由女神都没有用 对此,大家怎么觉得呢?欢迎留言 爱都寒舍,美儿姐说我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